上集说到就在抑郁众人认为无畏狮子即将斩杀十号时 陷入冰死之际的十号突然生出奇异的感应 他体内有一股渺小的光团正在释放微弱生机 虽然不能立刻让他恢复伤势 可勉强拥有了反抗无畏狮子的力量 无畏狮子心头一震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在他看来十号有点不可预料 万一真的在这里熬下来成为第二个仙僧王 这对抑郁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不过十号深知自己并没有摆脱困境 在轮回池中他仍然不是无畏狮子的对手 并且岸上还有大量顿一镜的强者虎视眈眈 他也绝无逃生的可能 故此十号一咬牙抱着烂木箱 向着湖底深处前行而去 他认为哪怕金玉真的会丧命于此 也要自己选择绝对不能被他人所斩杀 在前行的过程中 十号的手臂与内脏全部破碎 整个躯体都变得扭曲起来 要知道他的肉身和其强大 可在这里却如同瓷器般破裂 无畏狮子在追杀了一段距离后 没有办法继续下潜了 因为他正在重塑精深 继续追杀将会毁掉自己的盗国 并且他也深知湖底是个怎样的险地 比上方可怕数倍 一位老者看到无畏狮子重新浮出水面 问道 慌死了吗 烂木箱子了 无畏狮子回应道 放心吧 他到了湖底深处绝对活不了 等我重塑精深完毕 就会潜入湖底 将那口烂木箱带上来 有老辈人物疑惑道 你为何那么确信 荒进入湖底会丧命 那里很可怕吗 无畏狮子继续说道 那里是诸佛构建的 蕴含着奇异的天地秩序 传闻一代又一代古佛死去后 都会选择买骨进入轮回池 尤其是在湖底 一些古僧强大到了逆天 他们的躯体残留堆积到了湖底 荒若是真的潜入湖底 绝对承受不了那种压制 注定形神俱灭 也正如无畏狮子所说 十号来到湖底后 身体四分五裂 就连元神都被割裂 化成了一团光 随时都要脱离出十号的头颅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将步入异域那几名年轻修士的后尘 元神蒸发 成为光雨 最终十号决定在此突破晋级为掌我镜 或许能够凭此在危难中破局 紧接着他体内中的门户一道接一道的开启 释放出了强大的生机 要治愈他的肉身 恢复他的元神 让他再次强盛起来 可怎料伴随着这些门户的出现 引起了湖水更为猛烈的冲击 甚至一股金色的力量 直接打破了十号的禁忌 让他的肉身化为一团血泥 元神也脱离出了头颅 被内股金色力量所侵蚀 不过十号仍然在不屈地挣扎 他动用出一切手段来保持自身不灭 想要坚持下去 尤其是不灭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中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符号 与破碎的血肉不断交融 那像是在活泥反复地碾压 不断地锻造 到最后又有了躯体的样子 并且骨头也在不断生长 一具崭新的躯体重新凝聚了出来 然而让十号无奈的是 元神依旧是碎片 随时会被那金色力量瓦解掉 要知道不灭经虽然号称无上大法 位列最强古金前三甲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修复元神 否则绝对能排天下第一 十号大吼一声重塑元神 让所有元神碎片冲进胸膛 融在脏腑中 在运转不灭经修复躯体的过程中 十号体内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五脏内仿佛有神秘的宫殿形成 在那里供奉着元神碎片 守护其元神不被外界的力量侵蚀 十号在这种处境下 难得心中一片空灵 没有恐惧 没有焦虑 只是无喜无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关注自身的变化 在修行界有一种说法 生灵除了本命之外 还拥有五条命 并对应天地五行 只不过很难被激活 只有极个别的生灵被杀死后 还能再次复活 比如经常说的修出第二世 那就是因为另外五命中的一命接体 才能做到反恶环童 开启出另一个全新的人生 故此在古代就有人想要创建六道轮回 研究出这种奥秘 在六道轮回这条路上 走在最前列的就是古僧一脉 与六道轮回天王 十号看着体内的变化开始自愈到 五脏开启五座门 每一座门都连接着一条命 他与过去的修炼道路不同 所以理解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也不知过了多久 十号的肉身重塑完毕 元神也慢慢复原了 这个时候他感到了重塑的肉身格外强大 甚至抵挡住了湖水的侵蚀 并且隐约间还能听到五脏宫殿中 传出了阵阵模糊的诵经声 那种经文声非常幽远 仿佛是来自天际的尽头 从洪荒岁月前震荡而至 紧接着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朦胧的身影带着仙气 出现在了五脏间 那道身影在五脏宫殿前盘坐下来 像是聆听 又像是在感悟 十号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第一朵大道之花上的那个生灵 紧接着第二朵大道之花上的生灵 也出现在了那里 认真聆听那模糊的经文 十号意识到五脏宫殿那里隐藏的大秘密 值得日后去好好挖掘 此刻十号的肉身 已经通过了轮回池的考验 若非是要小心守护原神 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动起来了 这一次他肉身破碎 不灭精使其肉身重组 又等同于完成了一次涅槃 十号现在与轮回池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他没有像无畏狮子那般 汲取这湖中蕴含的神秘浆液 因为在他看来池中有着那么多骨头 一定是很多前辈高人作画在此 如果炼化轮回池中的力量 是对古僧的不敬 也是对自己的不敬 所以十号只是将轮回池 当成了魔力挤身的工具 不曾将其当成药炉 事实上 这也正好跟古僧当年的教义相符 不久之后 十号感到精气神越发旺盛起来 身体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可突然间湖底发出了响声 仿佛是有什么生灵要出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